利用美工刀的推拉鍵 然后进行我们的注射 然后回拉针头跟抽药的动作 慈济科技大学研发安全真据 已经到了第四代 灵感是来自于生活常见的美工刀 此项研发还摘下 纽伦堡发明展的金牌 我把药推入肌肉层里面 在我拔起来之前 我们的针头就收到针头里面 不会发生挣扎的问题 就可以直接丢弃 即便是现在临床最广泛 运用的压钙式安全针具 在抽药及拔针的过程 针头暴露在外面 还是容易造成挣扎的意外 你的针是使用在一些 有血液传染疾病的病人身上 那你再扎到自己 会导致自己有可能被感染 这些血液传染的疾病 心理上的压力是很大的 一次排开从第一代 散套覆盖的发响 第三代旋转香水瓶的灵感 到第四代模拟美工刀 抽取的安全针具 创意研发屡屡获奖 让他们到临床过程当中 以后会更能够发现 会去体察问题的所在 然后想一些方式去做一个 策略一个解决 研发团队从五专到二计 第一代到第四代都有参与 今年也即将毕业的 许听闻感触特别深 保有出发心跟好奇心 然后又要发现新事物的 眼力跟那个想法 研发经验让学生有更宽广的眼界 来看待护理工作 除了用心照顾好病患 主动打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也成为他们的使命 打开新闻 限于商务国家 欢迎报道